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一开始就听到小朋友的声音 代表沉船很重要 而且我们要清出渔蓝 胜渔蓝 这才有希望 所以之前也有听同修提到 这个道场 都是老人比较多 没有年轻人 那这个是很值得 要重视的一点 所谓不孝友善 无厚伟大 家庭如此 团体 包含 这个 我们佛门 甚至是传统文化 甚至是一个国家 一如是 就像老人家讲经的时候提到的 这个皇帝登基 第一件事 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呢 是立太子 这样人心才能够安定 任何情况 都有 这个太子 可以接位 这个国家不会乱 国如是 团体 家庭 亦如是 所以古人说的 自要 没落 交子 那这句话也 点出了 我们 家庭当中 轻重 还及 重要的是什么 不能把教育 下一代 忽略掉了 那假如忽略 下一代教育 有可能 你一生的努力 最后孩子不成才 都败掉了 就很遗憾了 所以人生要有智慧 判断 本末先后 轻重 缓急 努力有结果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假如我们的努力 都在 枝末上 那边 本末 道治了 所以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我们的家道 才能成 包含 我们自己的道业 才能成 而东方的学问 他从个人修身 齐家 治果 平天下 这个理是相通的 相通的 比方 我们跟着 师父上人学习 我们刚刚 也跟着他老人家的 佛号身 在念佛 那 听照师长的佛号身 我们 要能 怀念 甚至是受持 他老人家的教会 而且 这种 依教奉行的心 不因他老人家 缘吉而减少 我们不能 左相 老人家 缘吉了 回归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 一针法界 老人家 入法身 什么是法身 一切法 都是他的身 所以老上现在 无始不在 无处不在 我们跟着 他的佛号 他老人家 就加持我们 我们思维 他的教会 他老人家 就加持我们 所以密宗有 三根本 第一 是成就的根本 是本尊 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尊 念阿弥陀佛 就成阿弥陀佛 所以要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们一定有成就 这个每一天 二六时钟 勿忘唤醒自己 一身佛号 只归 自聚分明 我们一专注念佛 自聚分明 念佛 即是 自心献 我们的真心 就献钱 不念 就迷了 念 就悟了 所以 念佛重要 一不念佛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 结业之所 一不念佛 一打妄想 很可能就是 轮回心 照轮回业了 所以三十节内 这句话 让我们 提起警觉 应主具体指导我们 行柱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这段话 我们应该很熟悉 那在 修学的道路上 你看 祖师 师父上人 给我们这些教诲 是 师父 领境门 修行 要靠个人 这个依赖的 性格 在修行路上 要慢慢放下 不能在 不能在修行的路上 这个习气 现前 老上常说 我们学佛 放下习气 放下性格 不是 不是换对象 所以 那个依赖 那个情质 不能是在 学佛当中 他又增长 所以 修行 要靠个人 那就要自己检查 自我 勘验 我们修学路上 不像我们读书的时候 还有月考 还有断考 那个是 定期 透过考试 看看我们学习的状况 那请问大家 你修行的路上 有没有人给你发考卷 有没有 有是吧 那你警觉性很高 他发的不是一张 白色的考卷 他给我们的是 顺境逆境 善缘恶缘的考试 那请问大家 你今天考了几张试了 可能一睁开眼 就有境界了 所谓一切皆考验 你看张开眼了 哎呀 好困啊 谁要起来做饭 还是在睡他半小时 这个就是考验了 看而怎么办 对境若不是 面对境界 假如看不懂 在考什么 虚在从头练 那可能要重考了 所以菩提道上不能侥幸 侥幸不得 你逃避了这一次考试 过没多久 你说哎呀 我这个老板 我很难相处 换一个就好了 一换 问题好像没解决 我们也有遇过 结婚好几次的 他的心态就是 我换一个问题就解决 所以对境若不是 须在从头练 虽然你好像 我离开了这个人 离开了这件事 可能考我们 要包容人 考我们 不退缩 好像这件人事 避过去了 换了人 换了事 考题一样 还是靠你要包容 还是靠你要不退缩 老上常说的 学佛最重要的 首先 扩宽行量 没有不能包容的人 而且 不能退缩 因为退缩 无量寿经就白念 念经的目的 是要明理 明理要照做 我记得我初学佛 老上 讲无量寿经 有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老玩家说到 我给大家推荐老师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老师 无量寿经 就是我们人生的剧本 这句话 我印象很深 听了之后很高兴 为什么很高兴呢 因为我文笔很差 写不出什么好剧本 像一具体 老上说以这个 无量寿经为剧本 那太好了 当然这一句法语 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态度 建立一个很好的观念 就是无量寿经 大臣经 不是拿来读而已 拿来什么 拿来变成剧本的 所以老上讲经的时候 开解经文 频率很高的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频率最多的 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不能听了说 怎么又讲这一句了 重复最多的 是最重要的 几乎每一部经后面都有 欢喜信寿 你听了之后要相信 要纳寿 来作礼而去 都有寿词 独寿 为人演说 在流通分里面 都会出现 所以老上讲到了 落实在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比方 得尊 普贤 第二 这一瓶都是在讲普贤贤 那这一瓶 我们假如联合 老和尚最常讲的 这一句法语 我们要 落实在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那这个普贤贤 就要落实了 所以我们 学了无量寿经 尤其这个第二瓶 那我们在家庭当中 就要礼敬诸佛 家人都是 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我们都要礼敬 那这个好像是明天的 题目 这个家庭工作中 如何行 菩萨道 我们今天 先交流的 是传统文化 在家庭生活中的 落实 好 那刚刚提到的 我们要知道 境界考我们什么 要能包容 要能礼敬诸佛 那 可能是考我们退缩 那我们读过 无量寿经的 在境界当中 就要能提起 效法阿弥陀佛 我们 老和上说 以阿弥陀佛为师 向老师学习 就是要效法老师 那 阿弥陀佛在阴地修行的态度 是纵使身子诸苦衷 如是怨心 永不退 我们在境界提起这一句 就充满正能量 就突破我们的退缩了 好 我们跟老和上学 就要向老和上 跟阿弥陀佛学 也要越来越像阿弥陀佛 因为学是效法 那诸位同修 我们在修学的道路上 有没有亲戚朋友 跟我们说 你越来越有 净空老上的气质 有没有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有没有 有没有亲戚朋友说 你变了 当然是变好了 变了 气质越来越好了 我们自己要自我检查 当然别人给我们的肯定 也是给我们一种力量 所以刚刚跟大家先谈到 我们要自我勘验 没有人给我们发白色考卷 我们自己要在一切境界当中 自我检查 就像老和上最常教我们 修学的纲领 就是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那等于是每一个境界 就是一个考试了 考我们在六根接触六成 能放下分别执着 这个就考试过关了 假如起了分别执着 起了情绪了 那就没过关了 不止没过关了 可能连功德都会烧掉 所以老和上有指导我们说 看看我们积累了多少功德 就想一想 我上一次发脾气是什么时候 假如是昨天 那这个功德就烧掉了 所以人要自爱 不能自己修了老半天的功德 自己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就很可惜了 那怎么对质称慧 这个在菩萨六度里面 忍辱 对质称慧 那黄念老有讲六人 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把六人 真正把它用出来 在每一件事当中 把忍辱的功夫练出来 历世练心 练出慈悲心 慈忍 当我们念念为对方想 我们这个我执 就不起现行 会起脾气 是我称 没有我 这个称不容易起来 就好像 可能我们的亲人 他脾气上来了 我们的念头是 在替他想 就怕他伤了身 这个时候 对不起 对不起 可能很 没有勉强的 就给他道歉 那我们假如想说 可是是他 不对啊 其实家庭不是 论对错的地方 家庭是讲情意的地方 讲付出的地方 当对方发脾气了 有时候是他控制不住 他可能恼羞成怒了 当然你不要去惹脑他 他可能一下子 外面受了一些委屈了 受了一些 伤害了 那他一下子 情绪控制不住了 那一般来讲 一个人情绪控制不住 会在 谁的面前发 发了之后 不会有太大副作用 可是他憋着 憋着会得忧郁症 当然了 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想 亲人对我们爱护了 几年几十年了 我们应该回报他们的恩情 还是尽量不要对他们发脾气 但是这个我们说言以律己 宽以待的中述之道 我们跟亲戚朋友相处 言以律己 我不轻易 对亲戚朋友发脾气 可是呢 假如他们脾气忍不住向我发 那宽以待人 发一发 比较不会 得癌症 憋 憋 憋出病来了 这个经络不通 会长瘤的 或者憋 憋了之后 心里负能量太多了 产生忧郁了就不好 而当亲人发脾气 我们都包容 没有生气 等他情绪过后 他一冷静下来 他自己也不好意思 我们要相信 人之初 性本善 性为道源 功德母 所以信任自己 信任他人 我们才在道中 道的源头 道是什么 道是真心 功德母 功德的母亲 母是能生的意思 所以我们有信心 你接触人事物 你的存心 所谓信心清静 择身 实相 实相 你就有智慧了 你看我们信心 十足的时候 你看一听老上讲经 就有很多感悟 一接触什么人事物 就有领悟 法喜充满 一枚信心 烦恼 一个接 一个 然后 就像消了气的 啤酒 所以老上说 这个怀疑 没信心 山崩 地陷 这是外在境界的情况 对自己的道业 很可能就会 退转 兵败如山倒 所以 保持信心 很重要 而且黄念主老居士 还有说到 你怀疑也没信心 三规都不具足了 五戒都不具足了 我们再体会体会 性为道源功德母 道的源头 道是真心 三规是规依什么 规依自信绝正经 所以假如 华语人没信心 三规都不具足 五戒也不具足了 你看五戒是 仁义理智信 不能有信心危机 不然救护车就会出现 你一怀疑就没有智慧了 五戒也不具足 所以老和尚提醒我们 怀疑是愚痴的核心 那我们自己感受感受 当我们给予孩子信任 家人信任 他会感受到什么 一股正能量 当我们是怀疑的能量过去的时候 可能对方就会很沮丧 那我们学佛了 那黄念老说的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 从佛开悟的第一句话流出来了 然后又回到这一句话 就是奇灾奇灾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那我们有信心了 佛的第一句话 让我们建立信心了 在任何境界 不怀疑自己 不怀疑别人 所以纵使身子诸苦衷 如是愿心永不退 愿力保持 对自己佛性的信心 也保持住 对别人也是如此 假如别人 还不能被感动 那我们还是提醒自己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沉心为止 可能我的真诚还不够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 我们要忠肃存心 对自己还不倾根4000区 对自己是恨清楚 Gewarlos 但是对别人发脾气 能够理解 能够包容 k Philippe 只知道忠树而依 大家感受感受 一个家人 他们家的家风就有忠树之道 这个家庭的氛围 一定是祥和的 没有怨气的 我们这一次有拿了 群树之药的挂吏 跟大家结缘 可能挂在家里 这个也是一个磁场 我以前贴了一张 第一滴鞋 这个Rainbow 这个杀气比较重 所以我那几年造了业比较多 假如挂一幅 公至厚 而脖则于人 则远远矣 公至厚 反公至行 比较厚 这个就是言语力极 就是终 脖则于人 脖就是不轻易去指责别人 这就是树道 则远怨 远离别人的埋怨 别人为什么怨我们 他心里不服气 你都要求我这么多 你都不自己要求 要求自己 人家心里就有怨了 所以我们都是言语力极 宽以待的人 别人会感动 别人的善根 会因为我们的中数之道而唤醒 不只别人不会怨我们的 我们中数存心 我们也不怨别人 因为严格要求自己 包容别人 诸位忍者 我们从今天不怨人好不好 你看怨人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我们不要好日子不过 那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 我们为什么怨他 诸苦皆从贪欲起 我们对对方有要求了 我都做到这样了 你怎么都不表示表示 我们有求人家回报 产生情绪 因为有贪 要别人顺我们的意 我们就容易起沉 所以三十系念这一句话 我们不能做完三十系念 这些这么重要的教诲 就say goodbye了 要随文入观 受用一生 诸苦皆从贪欲起 不吃贪欲起于何 应忘自信弥陀佛 我们忘了自己的本性 本性是清净的 结果随着习性 贪求求不到又生气 那意念分持总是魔 这个烦恼魔就相续不断了 那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 在此刻把贪放下 就不容易起撑了 所以下一次我们要起情绪的时候 就提醒自己 我是不是有求的念头起来 所以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我们的求的心动 所以下一次不能说 都是谁让我生气的 这是外行话 佛法是内学 别人只是个缘而已 因在我们身上 我们没有贪求之心 别人也没办法让我们生气 所以下一次可能快生气的时候 马上往内观 感谢他的出现 提醒我要放下这个贪求 那这个是喜忍 欢喜 每一个人都是来提醒我的 都是来成就我的 你就不跟人对立了 好 这个音乐告诉我们 忍辱要赶快修 喜忍 词忍 要赶快提起来 不然 功德就烧掉了 好 而且我们常常说 愿力 要大过业力 我们常常起情绪 本身就是一种业力 过去生带来的业力 习气 那愿力超过业力 我们在境界当中 就比较能够做得了主 不是被境界转 修行的重点 假如用一句话来表示 当然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刚刚说修行 用一句话表示 老话上说的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自主 大家觉得这一句话 有没有 可以表示什么修行 有展现出来了 我现在再举一句 怎样是修行呢 任言经说的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修行就是 不要被境转 你不被境转 境界就被你转了 你不发脾气了 你还给对方道歉了 对方一冷静下来 就被你转了 他不好意思了 那要不被境界转 那要有禅定的功夫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练禅定 禅是不取相 不要着相 不要见他的过 见他的本性 不要见习性 不要见过 不取一向 所以叫外不要着相 内 不动心 不要起这些分别执着念 就是这样练的 那不取一向 那般若是看破 帮助我们知道 真相是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不要放心上 就不容易着相 那金刚经也知道了 一切有违法 如梦 幻 泡 影 我们晚上 我们晚上 我们晚上做的那个是梦 那个叫梦中梦 我们现在呢 还在梦中 那既然是梦啊 不要那么计较 不要往心里去 不着这个相 不着这个相 那刚刚提到了 我们愿力超过业力 我们的那种 我们当父母的 很有责任 使命 这个就是愿力 愿力越强啊 我们就能调伏自己的习气 老和尚常常常有提到 我们几千年来 这个家庭的文化 有一点 就是身为长辈啊 都要 期许自己啊 不要给晚辈不好的影响 都有这个态度 像我们提到的传统文化 核心是什么 五轮 实义 义是什么 义者已也 义就是应该做的 我们当长辈啊 要给晚辈好的影响 应该做的 你看这五轮里面 都有义务 本分 父 辞 辞是父的 义务 道义 那这个父在延伸 所有长辈 都要辞啊 这个辞表现在呢 给晚辈好的影响 给甚至是 为晚辈的一生 在着想 哇 那这个 当长辈的人 有这个心 心境啊 为孩子一生着想 这里面有慈悲了 这里面也会有智慧了 深谋 远虑啊 那我请教大家 我们的下一代啊 面对的社会 比我们难 还是容易 比我们复杂 还是简单 哇 你这么一想 现在要表演什么 给他们看了 要表演 忍辱啊 以后的社会 更复杂了 他假如一点事 他就 爆跳 如雷了 那他的人生 怎么走啊 这要由我们的身教 给他看 所以我们 感恩老和尚 他把忍辱给我们表演的 淋漓尽致 来遇到重大的 境界 比方台湾 红法三十多年 最后呢 韩馆长走了 哇 不能留在 景美图书馆 这个对一般人来讲 晴天霹雳的事啊 老人家怎么表演的 示众弟子啊 觉得 做法律程序啊 这个道场 可以拿回来的 但老人家心中啊 把佛门的形象 摆前面 佛门的形象 是前脉不回来的 这也是亲众还己 结果也能理解 示众弟子的心情 老人家给弟子们顶礼 而且 并没有指责 这是 老和尚给我们的 身教 老人家只是说 等四十九天以后再说 那大家听了 和情理啊 好 十九天以后再说 并没有马上指责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也理解他们的心情 毕竟啊 是几十年才成就的 一个道场啊 但是 你看到人家 离开台湾的时候 写了一段法语 生活在 感恩的世界里 你看后来 姻缘就出现了 就到新加坡了 后来还到了澳洲 很多佛法 很多传统文化 修其智品的智慧 包含宗教团结 宗教回归教育 宗教互相学习的理念 就随着这些姻缘 传播开来了 这个佛号神也传播到世界了 是吧 三十七年也在世界做了 所以佛号 中了很多 我们华人以外 大众的善根了 认识了光宗集尊 佛宗之王 那你看牢上这么大的 逆境了 老人家都没有 深层会心 把忍辱 给我们表演出来了 对我们弟子有没有帮助 我们遇到什么逆境二远 一想 跟老上比起来 芝麻蒜皮 不好意思 赶紧好好去突破了 就像佛也是有好榜样给我们看 佛修行的时候做忍辱先人 遇到隔离王 割结身体 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境呢 可能遇过了 我们今天就不能相见了 你看佛遇到这个境界 不只没有障碍他 所以境界没有障碍 境界没有问题 是我们的分别执着 我们的念头 才会有障碍 境界障碍不了我 从佛陀的表演 从老和尚的表演 我们就体会到了 不只没有障碍 还帮助会修行的人 快速提升 所以忍辱先人遇到隔离王 他提早成佛了 超过弥勒布萨 老和尚也是不断 在这些境界提升 处逆境随恶缘 无称会 业障经销 这个都是呼应金刚经交的 善男子善女人 受词读诵此经 若为人轻贱 为什么他不轻贱别人 轻贱我呢 因为我过去身造的业 先是罪业 因度恶道 我造的业 当然 这个缘成熟了 这个业果就要现前了 我就要到三恶道报到了 但是已经是人轻贱固 先是罪业 极为消灭 所以我们今天修道路上 遇到人家毁谤五路 好事还是坏事 把我们过去生三恶道的业 消掉了 不消掉 要到三恶道报到 那不好玩 那个一下去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黄念老说 三土一度 五千节 结果现在这些 毁谤五路 帮我们消掉了 感恩都来不及了 怎么还生气了 所以我们看 老上又给我们表演了 毁谤五路的 缘 老上帮立牌位 每次讲经 回向 老上说 我过去生那么多 造作的业 是他们帮我消的 当然要感恩 这是佛跟老上 给我们的表演 这是老师对我们的 护念跟慈悲 师徒如父子 那父子关系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只要想到了 我现在 随时给孩子做好榜样 修忍辱 这样愿立 你的这一份当父母的 道义 责任性 就能突破自己的 业力 习气了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 三种根本 第一个是 成就的根本 是本尊 第二呢 事业的根本 是护法 我们今天在这里 聚会 我们干部们 应该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 找地点了 昨天我和他们也忙到很晚 才把这些设备啊 这些都搞定了 所以护法 是事业的根本 老上也表演给我们看 他的摄影棚都有挂韩馆长的像 那也是表示 时时念护法 恩 劝发菩提心文 有提到 必有因缘 方人发起菩提心 前面几个因缘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都是念恩 念本事恩 念恩呢 就容易把烦恼放下了 这个正念现前 邪念就污染不上了 所以 只要你有烦恼啊 把劝发菩提心文 念一遍 随文入关了 保证 药道病处 这个法药 就把这个烦恼 调服了 假如你们念完了 还是没调服 可以找我讨论 可能你念的时候 有跳过 还是没有随文入关 念本事恩 本事就代表一切佛菩萨了 念父母恩 我要赶快精进修行 父母离成垢 只到方成就 没时间在这里打烦恼了 包含 这个念父母恩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黄念老说 我们还有很多过去的父母 在三二道受罪啊 我们要精进修行啊 你这个念头一提起来 烦恼本来就是假的 烦恼贼嘛 贼是虚的 是忘性 忘就是假的 你正念现前 邪念就污染不上了 还有念师长恩 在牢上的教诲一提起来 烦恼就不见了 念师主恩 念众生恩 师主也是护法 这个是以韩馆长 为代表 我们观察 弘法的人呢 假如没有体会到 老和尚 念韩馆长恩的 这个苦心啊 那很可能呢 自己一点不如一眼 就没有珍惜 护法的恩德了 就离开了 他的福报就折损 越患 越没有福报 成德观察 这弘法的人呢 一开始 本来的护法就很不错 但是呢 他的建护法的过 大家都还在修行啊 韩馆长脾气那么大 那老和尚 就念韩馆长 一心护持正法 就念呢 让老人家天天可以讲经 天天讲经 一来自己 弘法的能力 锻炼成了 二来天天讲经 大众都收益了 所以 能够相处长久啊 老和尚 这一个心境 我们要效法 目前当目其心呢 我们效法 老和尚 怎么跟人相处 念恩 忘愿 不只是跟护法相处了 其实我们五轮关系啊 都要念恩忘愿 就能相处的久了 所以老和尚说 夫妻白头偕老 一句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念他的好 念他的恩 不看对方的缺点 那我们一开始就说 要相信人之初 信本善 你都只念他的好 他的不好都包容啊 时间一久啊 对方不好意思了 他有不好 他自己知不知道 或多或少都知道了 你从来不批评他这些 你还赞叹他的好 赞叹他的付出 他的善根呢 就被你的德行 很自然就提起来 可能他就回一句话 没有啊没有啊 我没有那么好 我还有很多缺点 善根不是被要求出来的 成年人 很难被要求 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我这个观点 我这个观点 成年人一被要求 可能心理上容易起一个 我都那么大了 要你管 你越要把他往右边拽啊 他好像下意识 不是很舒服 所以成年人是要 他认识到了 他自己就会去做了 而不是你硬拉他 而不是你硬去要求他 要求出来 有时候你硬要求啊 适得其反 所以大家教育孩子 孩子只要觉得 我是大人了 你就不要硬拉他了 那请问大家 现在的孩子 几岁就觉得 我是大人了 可能跟我们那个说不大一样了 可能每一个地区也不一样 你不能死板了 要看着办 无有定法 要看实际的姻缘 实际的状况 成年人 不能被要求出来 是我们的德行做到 他的善根自然起来了 这叫道法自然 你看教育孩子一样 道而伏千 引导 不要硬拉 我见到不少家长 因为跟这些家长难得见面 有时候我见到这个家长 跟着他的孩子过来 一看到我 马上赶快鞠躬 赶快鞠躬 把孩子的头都压下去了 我赶快去阻止 别这样 他那么压几次 我跟他孩子的缘就 game over 所以我看到他们都说 请手下留情 这些孩子本来可以到我身边 可以到一国 还觉得都被压掉了 生叫者从啊 你不能硬是要求 言叫者送 而且 这个 我们用的是柔软的心啊 才能调动孩子的善根 我们用的是控制要求的心啊 孩子会生烦恼 所以这个 理济学济也是教我们 教育的这些理念 方法 是导而扶迁 引导 不是硬拉的 更不能强势灌输 理济学济又说 知其心 然后可以救其事 我请教大家 你的孩子 心里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 你看那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他一有什么动静 你马上知道 那个速度好快 我曾经 这个 那个外申 坐月子在我们家 那个 稍有动静 我都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母亲已经跑房间去 那是年轻的 那是年轻的 你看 一开始学讲话 鸦鸦学语 他讲的我一句都没听懂 都是他妈妈在旁边翻译 奇怪了 我的耳朵也没有比我姐姐差 怎么 我都听不懂 所以那个是离了 言语的向 是什么 心是通的 孩子 一个表情 妈妈知道 一句话 妈妈知道他的意思 这是 父子有情的天性 这是本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成年才遇到传统化 第一个目标 恢复父子有情的天性 第二个目标 是把这个天性延伸到 爱兄弟姐妹 爱家庭 爱家族 爱灵理相当 凡事人皆需爱 凡事物皆需爱 众生也有他的伦理 我们都要尊重爱护 所以这个是 要先从第一个目标恢复 假如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孩子在想什么了 那这个问题要重视 可能我们心里面 不知不觉增加了很多 对孩子的要求 当这个要求没有达到 我们就会一直耿耿于怀 放在心上 这个心呢 就开始 被自己的执着给控制住了 就好像学传统文化很好啊 但是你一执着 今天两百遍了没有啊 今天这段给我背 两百遍了没有啊 一直沉病 就只关注这个重点 孩子今天有没有难受啊 有没有发烧啊 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都没有体恤了 所以孩子只感觉到 要求要求 感觉不到 父母的体恤 父母的爱 那你觉得他会认同 传统文化吗 他可能都觉得又来了 人能宏道 是我们父母老师 把传统文化 其实传统文化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用真心啊 用真诚慈悲 柔软体恤的心啊 释迦摩尼佛49年所说 理上没有离开心性啊 就教我们用心啊 那我们假如是一直灌输啊 一直用道理来压呢 那孩子收到的就是 没有被理解了 甚至于他表达 这一个 心态啊 就收回去了 这样呢 他对这些道理啊 产生反感 我们遇到一些 二十几岁的孩子啊 可能老师强压了 他不想学了 甚至于啊 有人一跟他谈传统话 那马上情绪上来 你不要跟我讲传统话 我们看了都很惋惜 那么好的因缘 那么小就接触了 可是我们父母老师 没有表好法 造成孩子反感 我自己回想啊 爸爸妈妈从来没叫我读过地址规 读过三字经 可是他们的行为本身呢 就展现了孝道 凶道友第一道工 都表演给我们看了 所以我们一拿到书的时候 很欢喜啊 爸爸妈妈是这么做的了 现在要我们念了 可是做不是这样啊 造成反感了 这叫言教者送 生教者从 当然更好的因缘是 父母又有以身作者 又互念我们学 那当然是更理想的 那有这样的父母们 那他教育出来的孩子 就超过我们这些成年才学的 所以 诸位家长 你们任重道远 这个 我们人类有没有未来 就靠大家 你们不要我讲完这段话 感觉到压力 应该是动力 这是一念之间 好 所以我们跟着老儿上学 事事是好事 念头 都是积极 乐观 敬取 你看无量光 阿弥陀佛 还有无量光佛 无量光 就是没有黑暗的地方 人 一 负面看似的 就有黑暗的地方 跟阿弥陀佛就不够相应了 所以我们 要去极乐世界 那边是一片光明的世界 我们 性格要调到 面对什么事都积极乐观 事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你调到这样的性格 你一念相应 一念佛 你念一句 就相应一句 所以念佛不是念得多 念佛是什么 相应 一念相应就一念佛 念念相应 就念念佛了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要中树存心 中树存心 念这一句佛就相应了 因为中树跟真心相应 我们假如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 念佛也不相应了 这个人苛刻 他念着阿弥陀佛 看到什么还骂人 苛刻 好 我想到应光大师一段话 很重要 跟往生有关 应主说 念佛之人 必须 必须 不能侥幸 必须 事事长存中树 你什么事情 用中树 去存心处理 心心提防过千 警觉性要高 守好自己的身口意 不能随顺烦恼袭击 因为念佛人要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信仰 我们不可能一学 所有身口意全没有 但是我们警觉性很高 不能再让它造 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少了 警觉性越来越高了 散户口业 不及他过 毒啊毒啊 遇到境界 他常提起来提醒自己 有时候话到这里 吞回去了 警觉性 警觉性高了 警觉性高了 心心提防过千 知过 必改 我们那个改过的 决心有没有出来 更不能唐掩饰是真一股 自过 马上去痛改 这个心啊 这个心啊 跟觉悟相应 修行人不能打迷糊仗 哎呀 明年再说 以后再改 这要改就很难 你看下老他们这些修行的过来 宁肯睡骨粉身 终不忘失正念 要有这种气魄 才好把习气冲过去 所以知过必改 见义必为 你看五轮十亿 都是义友 印光祖师还说 在家人 最大的功德 把自己下一代教好 这是义所单为 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 宗述 道义友 情义友 见义必为 方与佛合 这样的人的心啊 跟佛 相应了 如是之人 决定往生 你不是念佛而已 你处世代人 都要 把忠述 道义 若死 这个心 才跟真心相应 方与佛合 若不如是 我们这样去主世代人 则与佛相反 跟佛心不够相应 绝难感通 所以这一句 一念相应 一念佛 这句话 很深 你看心静 佛土静 你心地清静 跟静土相应 你心恭敬 礼静诸佛 你跟 极乐世界是 普贤 菩萨法界 相应 所以老和尚说 你求往生极乐世界 对父母都不恭敬 对父母都瞧不起 怎么可能往生极乐世界 跟佛心形 完全不相应 往生不了 这些法语 很重要 所以礼静诸佛 从孝开始做起 那 我们 学传统文化 要重视本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所以刚刚 跟大家一开始提的 三个根本 本尊 成就的根本 护法 事业的根本 人重本 他就会知恩报恩 人重本 他就不会在 知知默默上 第三个根本 是加持的根本 就是医职的老师 这是加持的根本 所以念念不离 老和尚的教诲 老和尚随时在加持我们 我也遇了同修 老和尚远起 他哭了好多天 你用勤职 当然他的情意 也是难得了 但是要转 转烦恼为菩提 化悲愤为力量 老和尚 其实远及的 无处不在 而且 老人家这个接力棒 接到我们手上 以失智为己智 不能流眼泪 好多事情 要掌握时间因缘 干 要跟老和尚同台演出 老和尚对传统化 对佛法 有很多重要的理念 能够振兴传统化 复兴佛法 能够引领世界和平 这些重要的理念 要我们弟子们 现在来受持 来做 这样老和尚的智慧 才能继续利益 这个世间 一代高僧 的一代实教 这个对 成德是坚信 对当前跟后世 太重要 成德一个 追名逐利 眼看就要随波逐流 苦难众生 被老和尚这样 捞起来 那成德也相信 众生善根 不可思议 他们假如在遇到 老和尚的经教了 可能都超过我了 那 感情 一有缘 要把牢上的经教 供养给他们 广修 供养 我们的心形 实时以普贤形为标准 好 那我们一提根本 那老和尚教着我们 修行的大根大本 孝清 尊师 我们地藏菩萨表的法 要开发自性 就是孝清尊师 能开发心地 无量的智慧 德能 福报 那我们 就要把尊师重道 这个身教 言教 要传给孩子 这是两个根本 尊师 要用身教言教 孝清 也要身教言教 那这个 在感应编 会编里面 有提到 一个读书人 罗氏 他 提到 孝子 是亲 这一段话 感觉古人的心境 也是 很细腻 我们在 侍奉父母亲的时候 不可使父母亲 有冷淡心 就感觉被冷淡了 当然这个 并不是说 你要赔很长的时间 你要顾及到 父母的感受 你看我们在这个时代 住在都数的人 比例蛮高的 那可能父母 一年 到家里来的时间 不多 那来的时候 我们虽然忙 但是也要顾及到 父母的感受 事实沟通 说明一下 不能是自己 我很忙 爸爸妈妈应该能理解 父母在家里 哪怕自己很忙 每天陪父母 坐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 让他感觉 你的心 你很感恩他们 很重视他们 其实很轻的人 对我们 都没有太高的要求 只要我们能 关怀到他们 或者理解到他们 这个亲情之间 都是畅通的 我也跟这个 当父亲的人 你工作很忙 你每天讲个德育故事 五分钟 十分钟 你少滑手机 这时间就有了 我们不能给自己 太多借口 所以这个 首先 不能使 无情 有冷淡心 第二 不可使 无情 深烦恼心 父母 因我们 比方 我们的言语 顶撞 哇 那这个父母 缓不过境来 为什么 因为父母是 一把死一把尿 把我们拉扯长大 母活一百岁 长幽八十二 我们 年纪再大 还是他的孩子 可能我们留在他 心目中的 那好多可爱的面容 你突然给他 顶一句 哇 他缓不过境来 这个要 能设身 处地父母的心情 那当然 这个 我们的言语 不能让父母生烦恼 包含我们的生活习惯 也不要让父母生烦恼 是吧 没 是到家里来 哎呀 你怎么现在还不睡觉啊 你看 连父母都不好睡了 真的 父母把我们的生命 看得比他还重要 所以我们伤了身呢 他们更难过 这个不可使无倾 神烦恼性 不可使无倾 有进步心 让父母 吓一大跳 甚至啊 两三个月 睡不好觉 一般是什么事啊 妈 我辞职了 啊 你本来那么好工作 辞了 这个 我听过 不止一个例子哦 哎 再做一些重要决定啊 没有 跟父母商量一下 我自己很感恩我一个朋友啊 大我五岁啊 有一次我到他们家拜访啊 他当时要从一个私立 学校啊 他在教书啊 转到一个公立学校去啊 哇那是高僧啊 结果我到他们家的时候 刚好啊 他在跟他爸爸报告 这一件事 一般的人可能想啊 这高僧啊 不用通知了 但是他很公庆 而且他是跪着给他爸爸讲啊 我在旁边观礼啊 这种景象啊 受用一身 好 因为跟他比我差太远 从小都是读经典的 他是外审家庭 他父亲是49年到台湾的 所以很多这个 从大陆到台湾呢 他们那个家教很好啊 公公庆庆庆庆庇报 他父母一下子一讲啊 父母啊 担心 哎呀你这这么好的工作 这个没有了 接下来生活怎么办呢 他就会担忧很多 包含 这个 这个 比方 你结婚了都没有通知父母 马上带一个人回来 哎呦 这个不能干这样的事情 不可使无情啊 身 愁闷心 忧 烦闷 担心你的身体啊 担心你夫妻相处啊 怕你们 冲突啊 看着啊 担心 孙子的教育啊 这样都会愁闷 会闷出病来 所以一个人呢 要能先安父母心呢 才安得了众生心哦 所以我们所有 学大乘佛法的哦 从哪里下手啊 不要救我 我要广度众生 三世诸佛 敬业正应啊 三世诸佛怎么修成呢 依照敬业三福修成 第一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从这里下手 从孝亲尊师下手 所以能安父母的心 我常跟同仁 共勉 我们从哪里改过 从父母 从小到现在 最担心我们的 那个习气改掉 那个习惯改掉 这若是孝道 从这里 不可使无亲呢 有难言心 就是想跟我们表达 跟我们沟通啊 但又不敢讲 闷在心里 怕我们不高兴 那这个 当子女的 罪过罪过了 要 那个态度啊 让父母 没有任何负担 想提醒我们什么 想跟我们沟通什么 都很放松的 可以讲出来 所以你看哦 我们是 先孝亲尊师 不使无亲 有难言心 再延伸到什么 兄弟姐妹 要跟我们讲什么话 没有什么难言 以至于延伸到 朋友对你讲什么话 没有难言心 你做领导了 你的下属对你 一些提醒 他们也没有难言心 那你就以这个 对父母的孝敬 延伸到对一切人 这就是菩萨道了 所以地藏菩萨 接下来是观音菩萨 把对父母的孝敬 延伸到对一切人 一切众生 这就是观音菩萨的表法了 四大菩萨表修德 我们就是要这样修德 不可使无亲 有愧恨心 就是让父母 心里面有觉得 愧对我们 那这样的心 对父母的身心影响 非常大 假如我们感觉 父母可能心里会觉得 我们成长 工作过程 他可能给了我们什么意见 后来可能婚姻 工作的情况 不是很理想 父母心里难过了 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解掉父母 心里面这个负担 说实在的 我们的一生 怎么决定的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着死 那是我们前世重的这些因 这一生献果了 那这个况且 父母在那一些时间点 他也是出于好心 建议的 但是业力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时候 你感受到父母 可能会有这些心结 你要主动去把它解掉 可不能 常常拿着这些事 去责怪父母 那父母就更内疚了 所以不可思无情 有亏恨心 尤其 我们大陆 我们的上一辈 那一段岁月 生活也不容易 很多父母都投入工作 他们在那个时代也很不容易 那我们要体恤他们在那个时代的难处 所以现在要理解万岁 不只理解孩子 也要理解自己的父母 他们也是以他们能了解到的 他们能做到的 来为我们付出 众有不足 我们也要体会到他的难 可不能一直就那个不足 再指责他们 就像我们一个同仁 他这个母亲在学校工作 所以这个喂母奶的时间 几个月 那对妈妈来讲 他也很为难 很不舍 但是又迫于这个工作上的情况 但这些事情 可不能我们子女后来又 拿这个来怪罪 那这个就会让父母很难受 好 那我们很希望 就如这个读书人罗斯 去做到 能让父母不起这些烦恼的心 但是你要具体做到哪一些态度 做到哪一些 为人子的礼貌 才会让父母不用操心 所以我们有 孝卿尊师 为人着想 落实在弟子规的七个吉时 我们要做到这七点 才能安父母老师的心 不然会常常让他们操心 好 那时间到了 我们下午可以再 透过我们探讨问题 也可以再把这个七个吉时 跟大家再交流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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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